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小春也是用自己的能力 热情点燃了乘风破浪成团组的团魂 毫无疑问 他是舞台上最亮的仔 近日 陈小春出席某节目 在采访时 他表示 哥哥总决赛已经近在眼前 这不仅仅是向观众交出的答卷 也是哥哥们对自己最终总结 在录节目就能觉得哥哥们玩得很开心 没有特别紧张的输赢 更多是一种享受 特别是张志玲张静 时常抱怨 蔡少芬 袁咏仪怎么不送饭菜 总点外卖 哈哈哈哈 随后 陈小春也抱怨道 踢经斩集录制完收官后 张志玲张静这两个哥哥没事就往我家里跑 自己是很嫌弃的 对此 大家也是不解 而陈小春表示 你们说张志玲张静做客也就算了 还不送礼物 不发红包 还白吃白喝 甚至还说 这次参加哥哥节目的零花钱都充功了 只能来我家蹭饭 其实我的零花钱也充功了 哈哈哈哈 当然 披荆斩集的哥哥这一次请来了宁静 莫文为这么强悍的嘉宾阵容来见证哥哥们成团出道 不知道陈小春 张志玲等哥哥们又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大家休息一下